给你们看个让人心碎的东西 看看这娃寄过来成啥样 这她说是三四百的娃 我这个乖乖 这娃寄过来这 这个更惨 这个四分五裂 这个乖乖 来录一下这个 技拍老手 看他是怎么打包的 这是大件的吧 稍微大一点 这也是个两钱的 好你看 重点在这 这个重点在这 他把这个东西 压在这个面上 就让他这个配件还有娃 没有办法晃动 对吧 他刚才是这样的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来看一下 刚才开的是这个东西啊 那他寄了这么多东西 没有一个运损的 牛皮 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他寄的是京东 京东是保驾的对吧 我感觉京东他们送快递什么的 他不会乱扔 然后如果说 这个东西坏了或者怎么样 可以找京东陪付 但是他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运非贵 像这种寄的东西比较多 或者比较贵的情况下 还是建议寄顺丰 或者是京东